悠閒和苦的格爾尼卡小鎮 變成後來如同人間利率殘破不堪的格爾尼卡小鎮 由頭鄉的必卡索大師所會 他們到底經歷了些什麼 為何變成如此下場 其中有什麼分爭呢 讓我們藉由十五班的表演一一為您解答 八一四請至後方準備 在一個風和日地的早晨 而尼卡小鎮的居民們 都優先的做著自己的事 在街道上 一位農夫牽著他的寵物散步 而這隻寵物 正好是西班牙的特產 伊比利豬 他們悠閒的散步 欣賞著四周的風景 這時豬突然停了下來 左溫溫又溫溫 大的豬油跑了起來 跑著 跑著 跑到了兩個攤塊錢 原來是他餓了 聞到了食物的味道 他們買了吉拿棒和巧克力麵包 回家慢慢吃 這時 這時 談判一堂的步課 在熱烈的雨景章討論著鬥油 討論著的討論著 一起人決定一起往鬥油場前進 到了鬥油場 大家深深坐到的位置上 這時 這時 想起了人工眾的音樂 當然 本來是 我與我後要登場 大家都分析對象 表現最高的聲音 鬥油場 鬥油比賽要開始了 鬥油是經常 他會有創作的技能 帶著雄偉的氣勢 就知道我們鬥油上投比賽可以欣賞 鬥油是西班牙的平術民眾 代表他的唐貝的性格 於此同時 承認他 對賽的鬥油靈差場算 並不足道西班牙中 裝成西班牙中 衩生的中心 西特勒的軍隊 也正在外面大術 在鬥油營出群中 專統忽然飛上了許多 protest 抓死了他 在局面們的叫聲十七里落 使得洗澡的探索之際 大手應該做第一場式的見面 原本和平的表演戰車 雖然就變成了人間煉獄 車尾的發佈以及市商的區別 都不惜洗術 這時 成為西班牙人的立法座 正所西班牙政府的委託 會是即將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畫作 然而 當他聽到自己家鄉有這樣的慘劇 他被通編 決定以戈爾林卡為主題 也在短暖的幾個禮拜內 完成了這幅偉大的畫作 在馬里加爾文寫的這幅畫作 總在接戰時 遇到了一名的國人 還有 你不是厚嗎 這是你畫的嗎 有 這是你畫的嗎 有 這是你畫的嗎 有 這是你畫的嗎 這幅畫的 金黃色錯綜的自由流程 並以黑白兩種色調 承透出總部戰爭的背後 是有多麼長的 以上 是我們班隊 比卡索 格爾尼卡索作的演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演出 音樂 衛尬和補到軍省都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